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世衡的医疗和现代世衡的教育方式 这是选教师对我们台湾亲亲的贡献 建厚的台湾 我们也知道是他们说是三恰 当时的台湾是用农业做基础的发展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些选教师来到台湾的时钟 他就发现选教的家庭 那个孩子很多都是这样 要生动很困难 说生动很困难 我有在说建厚的台湾 有很严重的流行病 其中有三项 第一项就是什么消耳麻痹 我们控制消耳麻痹是一直到1900年 最后一边大流行 我们就把它控制下来 我们也可以发现说 建厚的台湾 还有另外一个流行病 就是气候的流行病 那很严重 再来我们又看到的就是麻风病 我们知道这些选教师来到台湾 就针对什么 针对这些孩子中病 这些孩子中病 特别是在宋宏的家庭 我们看有孤日 有孤日麻痹 生活有增缺 不幸有增缺 这大部分都出现在台湾 出现在这种病菌的家庭 所以他们来到台湾 就设什么 设很多孤日 设很多什么 这种生活有缺衡 我们就讲讲 教育 他过去就会针对这个背景来设 譬如说宵日麻痹赤赤赤 或是说梦董 譬如说脈酒没看见的这种 我们现在都给他一个共同的名称 叫做教育 这其实就是宋宏室来设 有的家庭是因为送兄 但是孩子好生 不过孩子好生 这些孩子没有设计机会 因为没有钱 没有钱就没有设计 没有人设计 孩子就去做工 但是孙宏室感觉这样不好 因为会让人设计送兄 这句话就很重要 可以设计送兄 最好的方法就是教育 让他有设计机会 就会设计送兄的改善 所以教育是最好 让人设计送兄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宋宏室 在台湾大来很大的贡献 旧六空年 我们开始台湾有 练声导致电视室室的官生 一种尋向自动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叫做基督教 基督教自动基金会 基督教自动基金会 在一旧六空年 就引进进来到在台湾的所在 我们可以知道 将这个基金会 在台湾设计会 就是有一个问楼会 很重要的参考书 叫做高监林牧师 高监林牧师 将这个台引进进来到台湾 然后这个基督教育 基金会就开始设计会 然后就在做一项 真不一样的工作 就是什么 对这些送匠的家庭 把这些孩子找出来 不是把孩子找出来 是把孩子找出来 去跟士大人说 让你的孩子去设设计 这个基督教二董基金会 来付给他设设计会用的需要 包括文库 包括三国 学校的借货 包括医学校需要的费用 所以这送匠的家庭的父母就说 这样我如果不用负担 这个孩子设设计会需要 有经费帮战医 所以就拿来拿着家庭 愿意让孩子去学校设设计 基督教二董基金会 我们给他一个感情的名字 叫做CCF C就是说基督教 再来第二的C就是说孩子 第三的基金会就是F 这样我们看说CCF 这样大家更好记 记这个CCF三日 如果要念全名就说基督教二董基金会 这个CCF它就扮什么 扮这个家庭辅助中心 扮转这个家庭 这个叫做辅助 给它扶持 给它扮转 叫做辅助 所以这个基金会在台湾特首宅 大家官司去设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就是家庭辅助中心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家庭中心 家庭中心 这个家庭中心就这样特首宅就设计 人后在1967年来一个参考师 这个参考师叫做西甘林 它很出名 英臣这个在台湾 这个是高甘林 门楼花高甘林 来扮转这个高甘林目的是西甘林选事 西甘林选事是1966年来到台湾 他来台湾是他在美国有遇到一对夫妇 一对夫妇也在台湾 团好音 人后回去到美国 在介绍台湾的情形 是去感动到西甘林选事 他就说这样他也要申请来台湾 一般参考师如果不设计 申请是说我买去国外团好音 他不是 他是听到台湾很感动 所以他就付申请 付代说我真意爱去台湾 因为某人这样介绍 真正问路会基金会 就再派来到台湾 所以1966年他就收派来到台湾 来台湾他就去台中 有一间为了外国人来办的学校 叫做马女选学校 这个马女选学校其实就是在 就让外国人的孩子在那里设计 那这个西甘林选事 台湾去马女选学校在那里 教英文 下年1967年 就甘林选事就在邀请 说你会可以来帮帐我 在台中来帮帐我 转心来做这个家庭補助中心的工作 这个二冬基金会的工作 他真的就起到基金会 他起到基金会在那里 工作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个基金会 就是专门在关心 我头上在说 送兴的孩子就有什么事情 他起到就开始 真的要让这些送兴的孩子 有正常够有的机会 他就在这个庶民很重要 这样就开始得手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就可以看出说 这是西甘林选事 196千年开始在家庭補助基金会 这个家庭基金会 孩子基金会同做 那家庭的地方是在哪 他不知道去基督教二冬基金会 做高监林牧师的秘书 他同时旬利用时间 也是这个二冬基金会 在关心的一个机构 叫做费民扯美学校 费民盲笑 就是这个梦乎费民梦乎 去那边跟孩子讨英文 那很清楚 他自己就这样说 西甘林选事 自己这样说 他说他最感动是这些孩子 表面最目标没看 他们的来心是看得很清楚 他说 他说 我进去告试 这些孩子都会说这句话 老师你好 他说 只听到这些孩子说这句 老师你好 他就感动到 并不着想要老眼睛出来 这个孩子没看得看 局势知道他进来告试 还会跟他说 老师你好 我们先说到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再来开始 我头先有在说过 西甘林选事 就是去榜山高甘林牧师 他的榜山就是 真多他的秘书 他在做的工作 就是社会让后面所有能接触到的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社会在给他们介绍 有对一个孩子 他的家庭生做什么 需要立榜山 一年是多少钱 一个月是多少钱 他就可以完成基础的 学校的教育 各位观众朋友 不要看清楚简单的一条牌 这个世界有两个组织 都是社会 三成很大的影响 一个我们听过的 叫做mother treasure 他在印度开释 这个人爱收到牌 这个人爱收到牌 就是专门在关心 宋兴 特别失望的人 的印度人 他在社会让他们所有的亲男朋友 就这样一直拖出去 一直拖出去 有很多孩子 甚至孩子 五户美金 就这样一直拖一直拖 我们不要稍微看这个 这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 就是最大的大牢 也是靠一粒一粒粘起来 所以这个mother treasure 所开设的这个人爱 拖着牌 其实就是他亲自删牌 甚至都要删百多条牌 他不叫别人删 他都自己删 所以大家收到他的牌 都会感觉 那是薄贝 把他收起来放 然后另外一个 也是在台湾的宣告书 冲檀挂钗机会 挂钗机会的这个孙女年 牧师娘 他也是这样做 他都撒牌 每个地方去 也介绍 关心的工作是什么 世界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组织 这叫做国际特色组织 国际特色组织 在每个地方设计分配 关心不一样的对象 他们就是一直生平 一直生平 在关心全世界 无论在什么角落 他们收得对 这些所为良心犯的名单 这就是影响很大 包括我们台湾 都得到很大的帮战 市监林先生去做高监林 牧师的秘书就是这样 一直生平 孩子一个一个一直介绍 也因为在这个 基督教二冬基金会 工作 社会的工作 也介绍过这个孩子 他就要有时候 利用时间走到地区 走到每一个团区所设的 这个叫做家福重心 家庭辅助中心 这就是二冬基金会 所设每一个团区的一个 服务中心 去那儿探访 去那儿了解 甚至有的工作者 会带他去探访 整个孩子的家庭 特别是有一些孩子 国民后边后 就像国中 或成立好 狗地狗中 甚至设计大学 他们的设计会用 都是这个 这些二冬基金会 修飞对国外来找到人佣家 这些人佣家 就要知道他们的情形 他就是欺负 将这些胸匹 驾到那些人佣家 那些人佣家 有的听了 看了的感动 说我在关心这个孩子 竟然 组织那年就好 虽然家庭精神 不只让他设计 我出资 他竟然会设到大学 很高兴 就将对美国 对欧洲 多个人去 来到台湾 来探访这孩子 这四甘林 甚至要带这些人佣家 去探访 去拜访 甚至去到地区 去到平和 去到金门 去到麻祖 都有 所以在四甘林 城市的手里 在台湾 早早 三地 八地 都不走过 说台湾 各所在 都不走过 一直到当时 一直到 七十年 这样对六七年到七十年 正后两年的时间 他在这个基金会 做这个社会 和方面介绍的工作 也对台湾 整个环境 很适合 然后他发现 这个基金会 不会有出来的青年人 有的去设台湾的外文会 英文会 因此 又倒回来的基金会 工作 社会的工作 他就知道 台湾自己 可以做这个工作 跟他们本身 很多工作 这些也是对这个背景出来 对这个工作 更加适合 所以就 结束这个工作 回去到 在美国的所在 他回去美国 没多久 他就有一次 接到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 是对华林 问罗门 他们的异党 特别人 打电话 他都问罗门 所以特别人 知道他回到美国 他就觉得说 我需要一个律师 这种的帮战者 所以就打电话 给他问 你敢要回来台湾 来帮战我 是敢念先生 一个听到 很幸运 他感觉 这是上帝 很特别的时间 条线 又再叫他回台湾 并不让他留在美国 在那过 很享受的生活 所以当特别人 打电话 给他 他没有第二句 头一句话 就说什么 我怨他 所以他就在 扮手术扮扮的 他就七三年 就来到 在台湾 去到 在门罗门 他的手术 在那里 帮战 特别人的工作 因为过去 在这个基督教基金 二冬基金会 在那最 最 富费党 他们说是这个 分费富费党 分费费党 就是高监林博士 他就是富费党 也他们说是秘书 我有说 他最后的工作 就是秘书 以及去 豪门 这些 受帮战的家庭 所以他也知道 说这个秘书 大来的 侯业和帮战 是什么 这个我们今天 这个人 可能都想不出来 真的 我们无法 适当的是 因为一张 企业 跟我们今天 就说 真烂 那个感觉不一样 你如果 收到一张 人群 从亚比赛的拍 那个感动就非常不一样 所以他去到 问罗病 他就像这个过去 感觉在二冬基金会 感觉的经验 就在问罗病 开始 向他所有食材的 对象 机构 他们说 这件病 在这里 博物 很大部分 就是我们 自民 跟送兄 的病人 我们需要你的帮战 是什么 哇 那个回来 亏许很多 但是 刚刚 像我说过 有时候 不是 欠钱 更多时候 是欠什么 欠人 这也是 Dr. Brown 有一边 在美国 对 在美国 这些 台湾人的 弃在美国 台湾人的 移生 所说的 一句 有很出名的 话 说 你们这些 移生 来美国 赢金 但是 叫你们 去法联 感觉 赢云 对美 对台北 来美国 是赢金 对台北 要去 法联 赢云 特别人 说这句话 让很多 在定的 台湾人的 医生 都感觉 感触 真心 不知道 要怎么来 刷接 印度 这句话 后来 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 很出名的 医生 不信用 医生 医生 决定 倒回来 还有 在法联 问路 并 医疗 服务 的 其实 有很多人 就对美国 倒回来 去到问路便宜 在那儿 到三天 这个 时感染 甚至于 他在 学习 找很多 经费 进来 帮转 问路便宜 你如果 大家问 说 在台湾的 经验 是什么 他都会 说一句 很出名 话 在我们 听过 很实在 他说 台湾 最美的 不是经济 最美 是人的 心 他就 记 这个 例 他说 他 头一天 他求 七三年 他求 七三年 去问路便宜 他报到 就 有 让李宗 问 说 你生日是 对 一日 他说 在五月 说五月 他也没说 整日 刷处 我 生日是 五月 他说 这样后 这个 后事 都没 问什么 然后 开始 在五月 时 每天 都收到 卡路 卡路 那个 生日的 卡路 不是 整 好 是 编一格 这样 统终 编三十一格 三十一帝 一张卡路 听着 三十一帝 这跟他说什么 很厉害 这跟他说 就是说 这张三十一帝 你到处都要 一张生 你的卡路 他说 这些 好事实在 很可爱 这些好事 全大部分 都是原住民 他们觉得 他们实在是 很可爱 和很可爱 的一个 工作家 后来 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 他问 说 台湾 让你印象 最新的 是什么 他就说 最新的 就是 网子 这么多 所以 他在这家 都在打网 前后 他在 问路 便宜 二十年的时间 到1993年 他就退休 倒回去 到美国的 所在 他要退休 倒回去 他就有 尊敬的感觉 他说 上帝 帮帐我 让我 有份 参与 对关心 二同 到关心 辛苦 艰苦 的病人 他说 台湾实在是 一个 很漂亮的地方 如果有 更多人 欢喜 春秋来帮帐 欲笑的 族群 他就会 发现 生命 实在是 灿烂 更丰富 这是 是 甘霖 先生 他所说 他说我 生命 最丰富的 时间 就是 很严厉 在 帮帐 什么 帮帐 台湾 梦 梦 梦 去 帮 帮 帮 再来就是在二冬基金会的榜栈 很多尊重的孩子在到好的交友 人后去到门楼边榜栈 很多尊重的原住民在到适当的医疗 他说我感觉我的生命漂亮 是因为这样的研究 是感染生死是很让我们笑脸的一个参告师 真感谢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 平安